娱乐圈中,很多人都是在国外长大的,但他们身上却始终流淌着中国人的血,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美国华裔。 有些人从小接受良好的中国式教育,所以中文外文都很精通,但有的华裔明星却不愿意说中文,痛时还赚着中国人的钱,真是让人感到崇洋内外。 例如李小鹏的妻子李安琪,李安琪与李小鹏是在美国认识的,并且也在美国结婚的。 李安琪的父母是中国的体操运动员,虽然生活在美国,但他们家庭的交流都是说中国话,并且让李安琪接受的也是中国式传统教育。 然而到了李安琪这里,她却表现出非常反感中文的样子,在参加综艺节目时她就是全程讲英文,现场的观众们似乎都表示听不懂。 别说李安琪不会说中文,从小受到家庭环境的影响,难道真的不会说中文吗? 并且之前她的老公李小鹏也说两人交往时都是说中文,但现在不知怎么李安琪却这么排斥中文。 不仅如此,在李安琪的品牌代言上,宣传文字全是英文,网友们对此也是非常的不满。 经过大家的吐槽后,李安琪便把自己代言的英文字幕改成了中文,但大家对此并不买账,觉得她只是多此一句。 虽说从小在国外长大,但她本就是一个中国人,流淌的也是中国的血液,为什么还要装作不会说中文的样子呢? 难道她是觉得自己真的就是一个美国人了吗? 对于李安琪的这种做法,你是怎么看待的呢?